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咱不做菜 我与大家分享一道 俘乳豆腐羹 先要准备一碗水淀粉 两大勺太白粉 加少许水 充分和匀 猪里脊肉切成丝 加一勺料酒 一勺水淀粉 拌匀备用 取一块腐乳 两勺腐乳汁拌匀 腐乳 北方人习惯叫酱豆腐 种类非常多 用其他种类也可以 但最好不是辣的 一块嫩豆腐切成小方块 高汤煮开 先下入肉丝 用鸡汤或大骨汤都可以 肉丝刚下锅 不要急于快速打散 那样肉丝表面的包嵌会溶在水里 肉丝变色以后 把豆腐块下进来 然后加入浮乳汁 大火把汤烧开 水开以后 会出现很多浮沫 要把它捞净 要不然做完这羹 表面特别难看 烧开以后 要改成小火慢煮 加入一茶匙糖 炖的时间长短 要根据汤的量和豆腐的入味程度来决定 等到豆腐入味 汤汁略显浓稠 的时候 倒入剩下的水便粉 拌匀以后 再小火煮一会儿 这个时候可以尝一下 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盐加糖进行调整 等汤汁达到这种浓稠状态 就可以撒上葱花出锅了 要不要试做一下 欢迎您在下边留言 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 谢谢您的支持 上师厨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